好,大家好喔 欸,這邊是Kerbong Class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好,那因為PowerPoint呢 它功能越來越豐富了 那豐富到有時候 我會有點難控制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開始囉 好,那也是一樣提醒一下各位 那個喇叭跟聲音的部分 稍後把它關掉 然後也是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留言 有任何問題各位可以留言 然後這個PDF檔數量有點大 那如果各位感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邊下載 不過也是一樣稍微留意一下 欸,智慧財產權的話 因為有些東西 除了我自己的資料之外 有採納一些 或者說有截取部分的 Google的記載文章 包含有一些是 你要跟Google簽NDA之後 才會取得的部分資料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下 然後如果要分享的話 麻煩稍微提起一下 這個資料來源 跟內容的處處 不怕各位 稍微有點麻煩 好,那我盡量 我會在這個PDF檔裡面 各位可以在這邊下載 它是一個Google Drive 所以各位感興趣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那謝謝各位 各位這麼捧場 在這麼忙的時間 很願意抽扣兩個小時 來我們的創客基地 了解一下 就是現在Enjoy的 Auto的一些開發 跟它的近況 然後我們就一邊看 然後一邊來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車載系統 車載IEC 大概發展到什麼階段 然後它上面有多少商機 跟各位會有多少機會 好,那稍微再碎唸 最後碎唸一下 就是網址在 簡報的網址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拿我的 或者說看我的PointPoint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來吧 好,大家好 我這邊是科邦克老師 然後是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 北極遺花金馬分屬物聯網 創客基地的顧問 然後也謝謝創客基地 就是邀請我過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所謂的Enjoy的Auto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Enjoy的車載系統 Enjoy的車載系統 其實它名稱會有一點點小尷尬 它的 不管是品項還是它的那個名稱 對各位來講會有各式各個名稱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 分享一下給各位看 那我們用 我們先用比較籠統的說法 就是所謂的Enjoy的車載系統 就是所謂的Enjoy Auto 但是它有一些 我後面會有一個表 它有好幾種名稱 但是每一種名稱 對Enjoy的Source Code來講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Enjoy的現在車載系統的一些 發展的現況跟 它未來的一些展望 好,開始 第一個部分呢 什麼叫Enjoy 嘿,是請說 哦,好 謝謝你 好,來,感謝各位 我分享一下簡報的權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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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好 嗯 先把這權限度 欸 夠用 到了 第三層 限制 知道任何連結 否則連結 完成 好 那請幫我再試一次看看 如果再不行的話 我現在馬上提供 那個UIL在畫面上 也,也謝謝學員的即時分享 好,那這個簡報 我做的好辛苦 所以我们就互相看看 我想讨论一下 那各位试试看 那不行的话 让我知道一下 那因为怕那个状况会有误差 我刚刚做了一个短连结 那你再试一次 做一个短连结在这边 然后也是一样 如果你顺利的话 看看哪位学员可以帮我 把正确的网络连结 贴到我们这次的会议的 那个所谓的留言板上 贴到留言板上 我听个20秒 请各位先拿一下这个网络 听一下这个网络 可以下载了 谢谢 那有没有人可以 我看一下 好顺便跟成龙龙 帮我复制一下这个短网络 到那个我们的聊天上面 好谢谢你 就是帮我留下这个 好谢谢 都可以了 好那么就继续往下 因为你光是看PDF档的内容 应该疯掉了 柯老师总会把80几页的PDF档 然后塞到两个小时 所以这两个小时 希望各位过得很过瘾 但是它难度不低 我们就一起来讲 好什么叫Android Auto Android Auto它是对 就是Google推出为汽车所设计的 Android的系统的应用程式 然后请你留意一下 在这边等一下会有三个英文单子 会让各位很 就是会很confused 因为等一下我们来看 一个是Auto 一个是Google Assistant 另外一个叫做Auto Automative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标 那会跟你讲哪些差异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Android Auto这个部分 Android Auto事实上是在Google所推出的 汽车的一个应用程式 是的 它是一个应用程式 我们讲是Auto 这个程式其实还蛮早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在2014年就有了 我们现在是2022年 在2014年大概在8年前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可以说 下载它的那个浏览版 然后呢 我们在2014年11月的时候 在Android Auto有相关的一些API的package 然后各位可以在上面开发 然后可以打造自己的车用娱乐系统 然后也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音不单词 因为它等一下后面会一直出现 Invehicle entertainment 应该是information跟entertainment so是infortainment的部分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在车子上面 有娱乐有资讯的一个系统 叫IBI 这个字等一下后面会一直出现 但是它比较有趣的 除了这一块之外 或者说对台湾产业会比较大的影响是 它对周边的 就是车子上面很多零件 那台湾其实很强的是在 所谓的周边零件的这一块 那车边零件的这边呢 它有制定相当多的一些规格 那我们等一下从Source Code 里面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除了IBI之外呢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另外一个 它叫做Card 就是我们 它呢 韩式库名叫做Property Information 后面都会提到 所以让各位聊一下 好 那2014年的时候就相对的API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呢 他们推出一个正式版的Enjoy Auto 可以连接到Enjoy的设备 跟IUI并且整合很多Auto的测载系统 好 那很多人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这种所谓的Enjoy Auto 那如果没看过的话呢 我播个30秒的一个小影片 让各位稍微 来进入一下状况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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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Android Auto 所以呢 给各位第一个概念 第一呢 它是一个应用程式 事实上 各位可以在Apple Store上面 可以取得 我们讲是Auto 我们讲英文 中文翻译都一样 但是英文叫Auto 这个字呢 事实上各位 我们等一下在后面 可以看到 它有下载点 其实你在Google Play 就是Play Store上面 事实上都可以找到Android Auto 然后呢 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 有看到 它有大量的资讯在上面 我们讲讲几个 关键的一个资讯 第一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 大结合的主要几个功能 以对车子来讲的话 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导航系统 然后相关的时间 跟所谓的音乐 各位可以看到 左边这边有音乐 然后它的操作方式 大部分都是用语音的方法来做 那当然它也有我们所熟悉的 所谓的离开啊 应用程式上野下野的这些功能 好 这是第一个节奏 我们在这边说看到它可以播放音乐 第二呢 你可以决定这商品的一些 就是道路的一些相关资讯 再来第二个部分 就是它有在这个系统上面 Android Auto上面 它也有结合所谓的讯息 所以你会像Dest Magic 或者是一般的讯息的部分 都可以拿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 然后包含所谓的 像播放声音 像播放声音的部分 你可以打电话回播 或者过去给它 或者说做个简单的回复 好 再来 再来就是可以分享资料 好 那这一段蛮有趣的 这一段呢 就是它在针对不同的荧幕尺寸大小 都有提供所对应的方式 然后我们在它的函视窟里面 也有制约所有的Multiple Possession 就是意思是说 它的出来的荧幕不见得是只有一个 比如说像各位在 像车用多媒体 各位应该看到 就是给开车的人会有一个 然后给副驾驶有一个显示 然后真正在后面的一些后座的乘客呢 他也可以有多荧幕 所以在这个版本 我们讲是12、13的版本 它实际上都有资源 所以多个Projector的处理 大概是这样 好 这就是Android Auto 好 我们继续往下 那么呢 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这样的东西呢 这样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去安装 其实取得的话呢 就像我们这边所得的 你可以以现在的很多汽车 很多汽车 就是这一堆汽车 因为是太大了 我很难用一个表格来生贤 在这么多的汽车这边的话呢 你会发现几乎都出厂的时候都已经有 就是我们讲的是内装系统 当然有内装跟后装系统 以车车来讲 以内装系统来讲 像这么多的车商 它几乎都是内建Android 然后厂商大概300多种 300多 对不起 车种大概有300多个车种 所以几乎就包山包海了 各位发现现在新款的车几乎都是它 像台湾我们大家会比较常开的 像Toyota它本身也有 Toyota它本身也有支援 像BMW它本身也是支援 像Volkswagen 像这几家 像Vord也有 所以我们大概会比较常开的那几辆车呢 大部分都也有支援所谓Enjoy的这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是讲 第二呢 在我们讲的是内装系统 像很多汽车现在新款的都有 后装系统的部分呢 像你去之后就买一些什么立体音响 它本身都有所谓Enjoy的一些装置 你可以也可以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我讲的是2022年的现在 然后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说各位呢 你有一些像Enjoy平板啊 或者是Enjoy的手机 然后如果是用9的版本之外呢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 然后去搜一下你的Apple Store上面 在Apple Store上面可以搜一下 你所谓Enjoy Auto这个字 事实上各位也都可以下载 所以我们先把它定义先讲 Enjoy Auto呢 那个软体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Enjoy Auto 我们讲的Auto这个字 Enjoy Auto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应用软体 对所以呢 你可以在Apple Store上面 可以在Google Store上面可以取得 然后呢 在车载系统里面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另外一个很类似的字叫做Enjoy Automative 那它是一个系统内建的版本 就是一开机呢 就是Enjoy Automative的系统 那虽然跑起来也是Enjoy Auto的软体 只是一个是你额外装的 一个是开机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所以要搞清楚这两个用字 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单程式是一样的了 那Enjoy 10的部分在出厂的时候呢 它已经有内建Enjoy Auto了 所以不用额外来种 然后呢 连接方法好几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USB来做 然后也可以用仪标板 然后做显示的部分 然后甚至说我们也可以用 所谓的像L 像L-Pod的那种 对不起不是很怕 那个是IOS 就是我们可以用Miro的方法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Miro到 你的仪标板上面 所以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个软体的取得 其实各位到处都可以 好几个方式可以取得 好那车管呢 就像我所讲的 现在包山包海 几乎都是它天下的 所以几乎都 对 就是如果说 我们以车载系统来讲 几乎现在都是Enjoy的 Auto的天下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Google 它今下会有一个新的版本的界面 就是我们现在讲是2022年的 Google I.O I.O大会上面有提到的 就是它有一个新的UI 然后也就是我们讲的 Android 13的系统 它有可以调整萤幕的比例 然后尺寸规格 然后用户可以去 比较有多个方向可以去操作 像这种的操作方式 目前呢 我们就Enjoy Auto 大概以数量量讲 已经装的话 大概1.5亿台的车辆 所以我们这样讲的是 1.5亿的一个市场规格 主要的车厂 我们大概也知道 都已经跟Google合作 Enjoy Auto的测量系统 然后新的版本 大概都会出现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像右边的这边 好 那我们就很快了 再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 它主要Enjoy Auto 它有几个主要功能 比如说谷歌助理 就是你可以用语音的方法 然后去跟这套软体做沟通 然后它本身当然就是 主要功能也就导航了 像Google Map本身都已经整合 在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像电话简讯那边都可以 那Entertainment的部分 像娱乐的部分 它都全部都整合 好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 可以用语音的方法 然后播放内容 甚至可以跟它询问一下相关资料 然后这一段呢 我们等一下用实际的模拟机 我等一下 我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再用模拟机 展示一下这一段的处理方法 然后你当然可以用语音的方法来控制 也可以用荧幕的下方的一些按钮 甚至说我们可以用触摸式的面板的方式 去点选它 然后各位可以去跟它做一些很多功能的互动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用导航的方法来做 它这个画面 它完全都已经跟我们的Google地图 然后使用Google地图 然后跟我们的应用程式去做沟通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很有趣哦 就是以商机 台湾的商机来讲 应该会看到它有一些小东西 等一下我们从Source Code去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从Google里面去可以检查 可以去查相关的资料 第一个部分就是 家伙站在哪边 然后检查你的充电的部分 然后甚至呢 我们可以去找我们预定的停车位 然后在仪表板上面看到这些 然后帮助你去了解呼吸讯息 说然后你可以去哪里 所以就是整合完全整合 所有的Google的地图上面的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去规划路线等等的 那这边有中版应用版 这边都没有问题 再来呢 各位在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间的 比如说可以拨打电话 然后可以发送消息 甚至可以跟朋友聊天 那几乎操作方式都可以用语音的部分来操作 所以各位就可以更专心的去开车 不用在那边按仪表板 按了老半天 所以这就是它这段会比较特别的 当然多媒体这边一定都有了 不管是 不管是 它本身的音乐 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到Google本身的服务 你可以透过所谓的Playbook 然后它用有声说的方法 或者用Packets的方法 另一张Packets 就是你可以去连接相关的资讯 那甚至说你可以去听硬体的音乐等等的 然后它主要目的也是一样的 就是操作方式有一定点不一样 我们以前操作方法都用手去点一幕 那你当然就可以全力的 用语音的方法 去跟所谓的Android Auto去做互动 当然 而且各位也可以看到为了这个Android Auto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然后除了我们讲的常见的导航系统之外呢 它还可以安装一下 车就是给汽车专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程式在上面 然后以开发者角度来讲 是的 你也可以去开发你的应用程式 然后是专门的给Android Auto里面去使用的 只是UI跟操作方式可能跟我们以前手机版的会能不太一样 然后在设定上面就是在Manifest那边的话 那边的设定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很明确跟我们后面系统讲说这是一个专门给车子用的 好那各位可以看看像这样的情况 好那我在这边呢 我们直接打开Simulator 给各位看一下 好那等我一下 好我打开一下Android Studio 然后打开起里面的那个模拟器 Emulator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在执行的时候的这一段的表现方法 我把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让各位想办法再打一点 好那因为这个是我开发用的 所以内建的是英文版的 我把画面再看看能不能再打一点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Simulator的画面 就是模拟器 那这个画面都跟你跟我们刚刚看的会有点无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本身它是透过语音的输入 然后你可能要去跟它讲英文 How is the weather? What is the temperature? 好稍微等我一下 它声音那边可能没有进去 我设定一下声音 Microphone 然后Blogging OK OK 好 请来 Hi How is the weather? Hello Hi 好 因为我好多个麦克风 等我一下 我对我的笔电稍微轻一点 How is the weather? Hi 好 各位也知道 平常都没事 就是要demo的时候 它就稍稍紧张一下 那也是一样 Russian microphone user 对不起 我这个忘记开了 host microphone input OK Hi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所以各位应该已经有听到 它用语音的方法回到我这边 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些 像Google Assistant的一些相关的使用方法 Go to San Francisco Downtown 所以你就看到它打开所谓的Google地图 就像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当然你可以用一般的像我们熟悉的 就是像导航的部分 可以像这样子的碰上 然后它就一边开车 然后一边就慢慢走 好 那也是一样好 那这边我们就 呃 就不 好 再来 对于我们台湾的硬体厂商 比较有趣的会是在这一段 它下面有一大堆 车用上面有一大堆 仪器跟 设备 那我们来demo一下这一段 好 Turn on the AC 哦对 好 Turn on the AC 抛 啊 AC fan 好 好 好,再來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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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事了 那我就大概先跟各位提到一下 那其實我用暗的好了 所以對各位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儀表表 上面有一些車子會常用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你椅子要調高調低 然後就是你的角度 然後椅桌要調高一點低一點 這邊都可以 然後包含一下 我們剛剛所跟各位提到的 像儀表版的一些 Touch window 然後椅座的高低的調整 甚至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你要不要打開你的空調等等 這些系統全部都可以 好,那為什麼會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呢 對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 就是對國內的商機來講的話 會比較多的 會是在這一塊 我們怎麼樣去提供這樣的一個使用方案 好,然後給車商 然後拿去可以跟周 車子的一些周邊配設備 好好去可以去做連結 所以這段 會比較有 我覺得對台灣的商機會相對會比較大一點點 好,就是車子裡面有很多IC 然後每個IC控制完之後呢 他怎麼樣把那個相對的資訊 回復到我們的Google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一個demo 就是顯現錄好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好 那我們來先瞄一下一下 什麼叫Enjoy系統 那Enjoy系統 因為他們最近 就是各位無視 常常會聽到有Enjoy的系統 那麼呢 我們就從Source Code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 其實它的Source Code呢 它有兩大包的Source Code 第一包叫做Enjoy AOSP 另外一個叫做Kernel Enjoy Kernel 那Enjoy跟這兩者呢 他們主要就是在產生所謂的Enjoy的 所謂的Image 產生了Enjoy Open System的Image 然後Enjoy的Image裡面有好幾種 第一個各位比較熟悉的就是 Enjoy的手機的版本 是的 就是各位所看到的Enjoy的手機 大概就講這樣 這樣子囉 各位跟它很熟 我們就往下走了 第二個就是Enjoy的Tablet 就是所謂的平板的部分 然後我們講的這個呢 事實上它都在同一包的Enjoy的Source Code裡面 只是在做Compile的時候 你做帶個參數設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以現在從Enjoy 9之後呢 它有一個叫Enjoy TV 那以前Enjoy 以前啦 以前 我講以前大概是五年前 有個叫做Google TV 但是很不行的Google TV沒有成氣 所以呢 谷歌它現在用Enjoy的系統 在Enjoy 9的時候 又同心的打造一個叫Enjoy TV 那這個成不成功呢 非常成功 我相信各位如果在這兩年有去更新你們家的電視機的話 應該都有 應該都有 然後它整個的效果非常好 它也是在Enjoy的Source Code裡面都有 所以你會發現像電影的選擇 然後軟體的部分全部都有 就是Enjoy TV 那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不在電視上 我們再往下看第四個跟第五個 第四個部分叫Enjoy Auto 那Enjoy Auto的話呢 我故意把這個畫面是從那個 我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話 是從Google的那個 Google 那個Google手上面去下載下來的 所以呢 如果說你手上的 那個 有Enjoy比較 就是7到 10之間的版本 那你可以去 下載一個Enjoy Auto的軟體 那各位可以下載 使用起來看起來就一模一樣 好 那這件事情比較有趣 好我們講是2020年的6月份 在最新版本的第12版 Enjoy的12版呢 它不再支援Enjoy Auto了 它換了一個應該就換了一個名字了 就是Google用Google Assistant的部分 然後Google Assistant裡面 它裡面有個叫Drive Mode 好所以你也可以用Drive Mode來做這件事情 好讓各位知道 下載12次後的一個 試用情況 就是說那個App就有點 就不讓你下載了啦 應該怎麼講的 就是Android Auto 就不讓你下載了 反正它最新的是下載不留 哪裡可以用 它就是完全整 在Google Assistant裡面 那麼呢 我們很多車商或者說很多人比較關心的是 那車子的內裝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Enjoy的它的環境底下 所謂的內裝系統 它有個專門的一個版本 叫做Enjoy Automotive 所以我這 這個字終於出現了 好 這個 Automative 跟Enjoy Auto 有什麼不一樣 Automative 它比較像是一開機 就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是這個設備 是專門是給車廠用的 然後呢 一開機的時候 它就完全就進入一個 叫Enjoy Auto的應用程式裡面 然後它這套叫做Enjoy Automotive 所以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第一件事情 跟要我了解 就是Enjoy Automotive 它兩者之間的差異 一個是一開機 就有了 另外一個是應用程 就是一個Enjoy的軟體 然後再啟動了一個應用程式 這兩個有這麼小小的不太一樣 那一般我們現在所講的那些車商啊 或者說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很多 像汽車它內建的內裝系統的部分 就是用Enjoy Automative這個版本在做 好 那它的版本呢 就像我們講的嘛 最早是Enjoy 9 就是9、10、11、12、13 好 然後你問我說IC廠 IC廠 據我在IC廠的朋友講的 他們現在是支援到Enjoy 12 對 那13的部分的話 以Source Call來講 我們Release那邊的Source Call都有 就是Google那邊可以拿到你的Source Call 從Gear上面可以取得了 所以讓各位知道一下現況 來 繼續往下 那我喝個水 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Enjoy Enjoy Auto Enjoy Octave的差異 這幾個的差異在裡面 好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這兩者會不會有所不同 然後使用情境上 就是一些程式 或者說你在維護上 會不會有所差異 這三種的版本的差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三者的差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Enjoy Automative 跟Enjoy的部分 要了解這個 我們這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事實上 如果我們用Source Call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本身這包的Source Call 就是Automative 事實上是放在Enjoy的Source Call裡面 它不是額外的打掉重裂 它就是 就一個 對我來講 我們後面會看到怎麼程式的 去編譯的那個 參數 你只要帶參數 不一樣 就是帶個參數不一樣的之外呢 你build出來的版本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Source Call 是一模一樣的 是同一包的Source Call裡面去build 然後它沒有 不是分支 分支是breach 如果說各位對GitHub 曾經玩過GitHub GitHub裡面當然是breach 它不是breach 它是本身的master的版本 好 然後它也沒有另外的 它也有個叫做不同的完全 所以它的Source Call 跟我們現在的手機板 拼本上面電腦 所有的Library 韓式庫 跟所有的Sample Call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我剛才跟你講 就是一模一樣 它沒有什麼差別 好 好 那麼它Source Call裡面 全部都一模一樣 然後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 Enjoy已經執行那麼多年了 所以我們用Enjoy Automotive來講的話 它的安全性 反正它很多人都用過了 然後它的應用軟體也相當很多 開發人員 開發的工具 跟它所約的一些晶片等等的 我們都可以高度的繼續都可以使用 而且它完全都還是所謂的免費跟開源 就是我們講的Automative這一段 好 那麼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 它幾乎它的目標是放在IBI 像我們剛剛講的資訊娛樂的一個平台的過程中 然後功能的部分 它是一個 就是完全就跟舊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這邊等等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會發現像汽車車廠 它現在該有的大概都已經有 都已經進去了 所以就 所以它就講白點了 已經進入所謂Enjoy的Automative的時代 然後就像我剛剛一直跟各位睡念的 就是 這兩個是有 聽起來很像 中文翻譯都翻譯成一樣 但是 對於我們軟體開發的人角度會有點不太一樣 Auto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在專門的手機上面運作的 所以各位的手機呢 或者平板上面可以透過下載一個軟體 就是叫做Enjoy的Auto的軟體 然後你可以透過USB的線去連接 或者說你可以用Miro的方法 就是用Blockcase的方法 然後把你的畫面的一部分Miro到另外一台上面 然後它的定義在這邊 就是Enjoy的Source Code部分 然後順便我順便一下 我的每一個PowerPoint上面都會出示這個資訊來源 因為有的時候在這種比較正式的場合上面 講要壓力有點大 所以詳細的部分到時候再去像這個的網址上面去看 我幾乎每一個PowerPoint上面都有提了 如果說想各位想知道更多的話 再來就是Enjoy的Automative部分也是一樣 它是直接在車長的硬體上面直接運行 執行的一個操作系統跟平台 所以這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一個在手機用戶的手機上 另外一個是在車長的 就是車子的硬體上面 兩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然後一開機的就是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 它是完全Open Source的部分 然後Enjoy的一些應用 即Enjoy Auto裡面所建構的一些應用 所以簡單講就是Enjoy Automotive的部分 它就是Enjoy加上Enjoy Auto的部分 然後細部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它有一個package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個我們等一下到Source Code 就是我們演講 我們這次的演講分成兩段 那一段是比較概念性的 另外一段我們就會從Source Code 就是它原始程式碼裡面去看 那一段 那原始程式碼裡面去看 那一段 等一下繼續往下 好啦 那順便再順念一下 那Google Automotive Service 這個字我們等一下有看到 GAS是一個一系列的一個應用程式的服務 其實OEM廠可以去結合它 然後針對它的系統之中 然後GAS不及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專門 有個章節會跟各位介紹 有個章節會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GAS 或是你的Service 好 來 再往下 好 好 再來呢 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那個比較不幫助消化的這一段 好 我想看一下會有沒有影片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事先要準備一個小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Google Assistant這一段 就是我們在Enjoy的最新版本 它會把 它換了這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新版的樣子 會長什麼樣子 來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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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是 有趣的 是 是 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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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是 有趣的 有趣的 Let's go Call from Emma Marriott Do you want to pick it up? 好 這是我們剛剛跟各位所提到的 在Google Assistant那邊呢 在今年的夏天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版本 這就是在Enjoy IO IO大會上面 他們提供的一個影片 就是讓各位知道下一版的 就是Enjoy Auto那邊會改成Enjoy Assistant 然後它的樣子大概會長得像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樣子 好 來 繼續往這裡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Enjoy的系統原始層次跟Framework 那這段就是比較偏程式上面了 好 那對於有些可能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段 好 那我們常常看到Enjoy系統 Enjoy系統 好 那個各位聽到 我使用Enjoy大概很多年了 它到底到底包含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剛剛每次都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Enjoy它是分成兩大塊 上面那一塊呢就是我們講的Enjoy Open Source Project 好 那麼下面那塊叫做Enjoy Kernel 好 然後這兩塊呢它事實上是要分開的去處理 然後分開的去撰寫 好 那我們先我們先往下走 然後我等一下再用下面的等一下的一個架空圖 再回來跟你解釋一下 哪些範例程式放在哪邊 哪一個是放在哪邊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要開發Enjoy的 那就是底層的Enjoy的部分的話 你這兩塊都要熟 好 來 第一塊 第一塊的部分就是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Enjoy系統 如果你要Build的一個叫做Enjoy Auto 或者Enjoy Automotive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去下這個參數 在compare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很 就是下載的時候 我們就很明確的跟他講說 我要一個是Enjoy的branch 就是這個branch的版本 那麼呢你在做Mac file的時候呢 那你就把這個的參數帶進去好了 所以呢 就是完全全部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Enjoy的source call 就是AOSP的source call 但是呢 compare的時候帶不同的參數 它到時候出現的時候會是這樣 然後Enjoy Auto是這樣子 Automative也是這樣子 包含Enjoy TV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compare之前呢 我們去設定一下我們的branch的參數 然後這樣的話呢 一模一樣同樣的call 同樣一個source call 它build出來的畫面就不一樣了 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一個 就是這個情況 好 就是證明一下 就是讓各位知道一下 就是它這幾道系統 這幾道系統實際上是從同一個Enjoy的source call 裡面去build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先描一下這個圖 那這個圖我相信 玩Enjoy的人應該看了200年了 沒有錯 就是Enjoy的非常標準的Enjoy kernel的圖 好 然後關於汽車的部分 後面會有 所以我們先把它整個大原本的架構 稍微拿出來順連一下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先看一下它上面的專有名字 一個就是Ninus kernel 好 那麼呢 我們再看最上面 叫System Application 系統應用程式 那我們先把這兩個先看懂 好 好 Ninus kernel比較容易理解 講白一點是什麼呢 是的 如果說各位有在玩樹莓拍啊 或者說有在玩Ubuntu啊 就是標準Ninus的部分 是的 Ninus kernel它事實上 我們的Enjoy的Ninus kernel呢 它也就是一般各位常常玩的像 標準的純Ninus的Susco 只是說呢 因為當初在做的時候呢 是針對手機 所以它拿掉了一些我們PC版 會比較比較少用的 或者說那個記憶體 會在比較多的一些韓式庫 然後甚至Driver都把它拿掉 所以這一包呢 整理完之後 這個Susco叫什麼名字呢 就是這個Ninus版的Susco 它叫什麼名字 就叫這個 就是Enjoy kernel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它有分兩大包 那跟Ninus 跟Ninus有關的呢 它就把它放在這一包裡面 好 Ninus有關的 但是這個Ninus呢 跟各位熟悉的Ninus 有那麼 應該這麼講 我們用 我相信我們在創客基地裡面來說 創客基地可能對樹莓拍的Rothband 的作業系統很熟 它跟Rothband很像 那我用 我用 我舉這兩個例子 我們來講它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它桌面不見了 它把桌面的部分通通有 全部都拿掉了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跟樹莓拍比較有關系的一些硬體的部分呢 它也是把它刪掉很多 然後呢 我們看到Biron 就是Ninus的指令 它少了非常多 大概少了 大概 你應該這麼講 你也可以把它放回去 因為它本身呢 它在Build那個Ninus kernel 就跟各位熟悉的所謂的拖勁是一樣 它有一模一樣的拖勁 只是在勾的時候呢 那一定勾的選項比較少 當然有人想說 那我能不能放比較多呢 可以啊 那你就當時在Build的時候 再把Build多一點點就好 所以它跟我們樹莓拍的Ninus 非常非常非常相好 只是它內定的一些參數設定 是把它拿掉很多 這是第一塊 然後呢 我們再講上面的這個 那如果說各位有玩過樹莓拍的話呢 我們大部分 我們樹莓拍在玩的人 可能用Python 那有些人比較厲害 他會用加法去做 那有人說哎呀 我的加法程式都可以在Ninus上面執行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Enjoy 必須要做得這麼麻煩 那我們拿樹莓拍來當地 因為我們今天在創客基地 樹莓拍各位跟他好朋友 樹莓拍我們這裡有一個 以前叫Dafik 叫加法的解憶器 但是因為用版權的關係 各位也知道Google跟 跟加法的老闆是Oracle Google跟Oracle 那就是有官司大打一架 那各位也知道 後面的結果就是Google 配了一堆錢給Oracle 所以他就把 首先呢就把這一段整個翻寫掉了 所以就叫Enjoy Run Time 所以叫ART的部分 但是它的技術原理 就跟我們當初在玩加法一樣 你就加法有個即時解憶器 然後呢即時的把那個程式呢 轉成Panelicle 然後去執行 然後就用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加法呢 這個加法又跟我們以前在樹莓拍上面用的加法會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提供了比較多的一些功能 第一呢因為他把UI整個拿掉了嘛 所以他自己針對UI呢 有寫過寫了一堆Widget 就是Content Provider的這部分 就是有個View System Content Provider的部分 整個幾乎整個翻寫UI的部分 然後包含手機裡面常用 比如打電話啊 然後你看簡訊啊 然後所謂的 Notification 就是說訊息的一些提供的一些API 所以他加法那邊呢 也提供了一個一堆專屬的 就是我們加法的package的部分 好 那因為呢他到最後還是得要去呼叫我們的硬體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畢竟就是跟硬體有關係的 那如果說各位跟硬體沒關係的話呢 其實這兩塊你身上就不用太看了啦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塊 第一塊是我們在 各位對Linux如果守的話 你會發現Linux也可以用標準的OpenGiro OpenCV 然後比如說像 像媒體多放播放器 那些他都有他都在 他還是也都在 就是像WebKit 像是WebKit也有 LibraryC也有 這些都在 OpenMax是跟聲音有關係的 A有 這幾個都在 這是純粹的C的部分 比較有趣會在這一塊 因為我們前的加法比較少會去跟硬體去做溝通 那麼呢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有幾個部分 或者說我拿Source Code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早期的名稱叫做HAL 就是Hardware Obstract Layer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它只是一個介面而已 介面 然後這個介面在做什麼呢 它只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把加法的指令傳到C去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Linux Kernel的驅動程式 它都是用C去寫的嘛 所以加法互叫C 然後就互叫對應的C 然後反過來也是一樣 C這邊如果有訊息要回來的話 也像C 然後透過HAL層的硬體的規劃層的部分 然後你才知道 Waccorder是哪一個EPI的對應的資料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上跟下 所以你會有個HAL 以前的版本我們會用JMI的介面來做 就是加法Negative Interface 但是我們Enjoy8之後 又整個大改了 我們等一下會提一個叫做HD 對不起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它有一個自訂的語言語氣的部分 我們透過語氣的部分 整個就去把它處理掉 所以也讓各位知道一下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使用Ninus kernel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Ninus大家 研究為什麼要用Ninus kernel 很簡單 因為它非常穩 然後它也寫了一大堆 所以跟記憶體有關的 然後跟管理形成有關的 然後Open Source 然後安全權限 然後一大堆Driver 就是Ninus Driver 然後是看法文件事程式檔 所以你要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要進入車載 就是如果說你要進入這個系統的話 很多人會卡在一件事情 就是我上面的加法應用程式 要怎麼去呼叫下面的硬體 所以你要過第一關 第一關就是你要再寫個Ninus的驅動程式 去控制你們家的硬體 那硬體的部分呢 不用緊張 就是Ninus kernel的部分 你可以透過CereoPort也可以 然後透過GPIO也可以 那就看各位的硬體的上面 你的通訊協定是什麼 那這段呢 我會建議到時候 現在Ninus上面先打通之後 才往上走 那這件事情分兩個 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像我不曉得在座的背景 如果說在座背景 是IC的一些提供商的話 絕大部分大概提供到這一段就可以了 就是我提供為一個 Ninus版本的Driver 然後給開發者 那麼 剩下的就是由Enjoy那邊的開發者 去接下來下面這一段 但是你這邊一定要提供 Ninus版的Driver 是Ninus版 不是Windows版 Ninus版的Driver 那你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很好 那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 就是我們當初有所謂的Body System 有DMA 有Normal 有High的 然後有Simple Locate的部分 去做管理記憶體的部分 那這段我就稍微跳一下 有點太硬體的 然後它有很多的一些 處理機制 好 那我們的機制可以拼來拼去 然後可以去做Event的發生 好 那這段 也不用緊張 大概先看一下知道有太忙什麼事情 好 再往下走 好 那麼它的Library呢 因為它有分成C 跟 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它有分成C版的Library 也有分成Static Library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它所謂的 共享的Driver 好 它的共同的韓式庫呢 在 在執行檔中留下記憶 以便程式可以去做連結 然後它 比如說像.so.sy 自己的部分 那我們通常都是 就是.so的檔 就是我們各位比較常見 就是so檔 這個都在Ninis底層的部分 然後呢 它有共享 就是蓄兒給其他人的韓式庫 那A的部分呢 就是所謂的靜態韓式庫 你可以說透過 比較這樣的方法去做一個靜態韓式庫 好 我們講的是Ninis底層下面這塊 再來呢 就像我剛剛一直跟各位提到的 Android下面的底層 Ninis呢 跟外面的Ninis 非常的像 對我來講 因為我常常build kernel Ninis kernel去build它出去 這兩者非常的像 雖然不同於四方 像我們講到 Ubuntu 或像Fedora 或者像我們剛剛提到 樹莓派的Rosband的作業系統 但是沒有差多少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 第一件事情它大砍 大砍了什麼 上面的Desktop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 Ui的部分 簡單來講 如果說各位是樹莓派高手的話 你常會看到樹莓派 有個叫做Rosband Lite的版本 它還是存所謂的Command Lite模式 它跟那個Command Lite模式 就是一開始是存Command的 就是不用進去桌面環境 它跟那個版本會非常像 然後拿掉一些 Library的部分 也是一樣 有些Library 你可以不支援或者有支援 它自己這邊的話 它是支援 不支援我們的Ninis版本的G-Library-C 那如果你要的話 其實我講真的 拖券勾勾勾 它還是會回來 然後使用的是Bionic的C 然後去取代說的G-Library-C 但是這件事情 我想專業一點點 它們的底層的編譯器 還是用GCC的編譯器去做 原則上你只要GCC 編了過它都可以了 再來呢 嗯 對不起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它的Ninis kernel 它就是稍微有修修 然後有針對ARM架構 因為大部分我們在手機上面 在做的話 是一ARM機 ARM9的版本為主 所以它是用ARM的架構來做 然後檔案系統 也有各位熟悉 它Ninis的 Yeah Another Season 2 跟Flash的一個檔案架構 然後它的Driver 它是有Ninis的驅動產生 但是有一些它有翻寫 原因很簡單 就像我那時候有跟各位提到的 因為當初的Source Code 是因為版權上的關係 所以它有拿掉一些 就是我們的GPL 各位知道嗎 就GPL跟MIT的版權上的差異性 所以有版權上的問題 它整個就幫各位翻譯 翻譯的好不好 你講實話很不好 這就是為什麼 你會發現有一些在PO底層的人 要請的公司 他要請一大堆工程師來做 就是完全符合Google的風格 就是它提供給你 但是它一定不會幫你最佳化 但是如果說你要把它最佳化的話 請你自己改 因為它連Source Code都給你 就是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 你就要花很多時間 去修它的底層的Call 包含Driver的測試的部分 下來了 那我們的Linux Kernel有好幾版 那個你自己再去對囉 就是API Label 跟Linux Kernel 在我們的API版本 那不同版本就是去對 那詳細的部分 也就像我講的 麻煩以Google的那邊的版本說了算 來繼續往下 那我們Enjoy的Kernel 就是Enjoy的Linux Kernel 和分為標準版的Linux Kernel 那Enjoy專有的驅動程式 就是Enjoy使用的裝Device的一個Driver 就是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以開發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會寫標準的Ninux的Driver 事實上你也會寫Enjoy的Driver 因為它兩者沒什麼太大差別 它只是把一些 就像我剛剛講的 版權上面比較有問題的驅動程式 它全部把它移除掉 不然到時候 各位就是 就進入這個市場 每天在那邊整理那些 就是copyright的部分 就太辛苦了 所以剛剛有幫各位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剛剛我所看到的是 第一個叫Ninux Kernel 講白了一句話就什麼呢 跟各位熟悉的Ninux Kernel很像 非常像 那如果說以公司的角度來看 或者說各位如果想要進去這個領域的話 你只要把Ninux的Source Call 學會怎麼View 怎麼去寫它的Driver 事實上你也可以進入這個領域 Ninux Kernel這個領域 就是Ninux Kernel 各位可以嘗試一下 我們以創客的角度來講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View過 那個各位的樹莓派的Rosband Source Call 那如果各位會View的話 那其實 現在的Ninux Kernel這邊也會View 那Ninux Kernel當然要View 原因就是Ninux的Kernel Ninux有個很討厭的缺點 我想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Ninux在安裝驅動程式 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個麻煩到幾乎瘋掉 所以呢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版本沒有貴公司的Driver 那明明就是 貴公司可能請人家去設計了一個 驅動程式 就是Ninux Kernel 但是呢 你怎麼提供給客戶 你會發現 它不會是 大部分的公司 它提供的就是 我直接給你一整包的Ninux Kernel 或者說我直接給你提供Image檔 就是 欸 我就幫你包好了 用Torchain整個包好 那包完之後 才包含里面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去中程式 它比较跟Windows玩法不一样 Windows玩法就是我给你个Driver 然后你自己去下载安装 但是Ninux来讲 你必须要事先整个包好 然后变成是一个ISO档的Image档 之后用起来比较方便 所以这点会有一点比较大的不一样 我们再往上面走一点点 这一块叫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HEL 我先把最下面这块先讲 把它讲完 因为很多人 就是很多公司 我相信可能会有些公司的人来 依照你们公司的情况来讲 就是讲白点 你们公司要怎么去研发这块呢 很简单 你们公司硬体插上去 然后找一个会写NinuxDriver的人 然后帮你把公司 你们家的公司硬体 透过NinuxDriver 然后Ninux简单的测试程式就可以了 测试程式什么呢 就是NinuxDriver怎么打开呢 就是FOpen FRight FRe FClose 没有错哈 因为Ninux它会把你的设备 当成是一个档案 所以就是用档案的读写方法去做 那你把那一段做完之后呢 哎这块就完成了 哦耶 好 那我们再往上走一下哈 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HAL层 HAL层呢 我们来看一点点扣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欸 HAL层呢 它是提供了所谓的标准的接口 就Interface啦 然后将你下面的硬体呢 再转换成提供给Java的API来用 或它有两种方法 欸各位跟想一想哈 就是我们冷静一下就好 下面的专门呢 假设各位都写完了 好 那写完之后呢 你上面的应用程式 因为它本身是Java的嘛 Java能不能呼叫Ninux的Call呢 欸 可以啊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用Lothband的话 是可以哈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我们现在说要Enjoy 所以Enjoy的部分的话呢 你有两个方法可以做 一个叫Director Director 意思是说这个System 直接Call你的Driver就可以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大部分不是走这个方法啊 大部分的就是System 先Call你的 就是我们提供的Enjoy的一些API的Friendwork 就是我们Google所定的一些游戏 韩式库了 那这个韩式库呢 到时候它会去HAL定啊 去去找你那个韩式库名称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不同的API里面啊 不同的Enjoy的API呢 它都有自定韩式库 然后这个韩式库呢 它不会直接呼叫你硬体 不然的话那个硬体厂商那么多家 欸 欸 它会疯掉啊 所以呢 它就把这个名称呢 就定义在HAL层 所以它就在HAL层讲说 欸 欸 有没有这个Driver 啊如果说是你们家出来的商品呢 你就把这个HAL的资料改一改 然后对到你家的Driver就可以了 欸 所以游戏规则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HAL层 好那HAL层呢 各位看到哈 它是由多个韩式库去组成 那原因就是因为下面的这个部分 要跟上面的硬体要对在一起嘛 所以呢 当API 空间的API被执行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呼叫下面的这些Driver 欸 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OfOpen和OfRead的部分 那Android系统里面呢 会针对你的硬体来做 好那我们请各位 我下面有个网子啦 好那我们顺便给各位看一下下 好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把各位吓到 好 欸 我们来看一下这灯口 嗯 好 好 那我先贴一下 好 那我把有栏器browser 可以带进来 好 好 通常我会大量的使用这种工具 叫Android Call Search 不然的话你根本就 欸 它的call太大了 你根本很难找到你要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瞄一下这一段 好 那Driver的部分呢 它分成Enjoy的Driver 那Enjoy的Project 那Enjoy的Project 它分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Kernel Kernel的版本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AOSP 就是PlayPoint的Project 所以这两个呢 我们通常都要找 那以刚刚的我们的这个call 找起来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呢 它在不同的硬体里面呢 它有一大堆HL层的东西在上面定义 好 就比如说在Driver里面呢 你每家公司呢 除了写Triver之外 你要去把HL层先打通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 好吧 好 假设呢 你要知道你家的车子的车窗 到底有没有开 开根关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像车窗的开关部分 来首先下去找HL层 好 对不起 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 等我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点击 我准备一下 很嘆 好,來我們看一下HAL層 然後這是USB,這是Card Enable 這個都不是,HAL Wireless的HAL層 這是這個,對不起我找一下給各位 我後面有啦,只是我現在給稿 臨時找給各位看 好,來找一下給各位 在這裡,不好意思 各位可以看到,像這個Package的部分 這是在上層,我們往下看 這個叫Vehicle的HAL層 所以在定義的部分,它就定義在這裡 那汽車的部分,我找一下 我們講的是車門的部分 這些都是,這些都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相關的一些函視庫 各位就可以從這邊都可以慢慢的取得 好,那也是一樣,後面都有鏈接了 我不要現在臨時找會有點小 一來以後有點小緊張 處理一下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這邊有HAL層 說實際上它會去定義出 就是每一個的框架 然後由上到下Call的一個情況 好,那這是一個囉 好,這是一個抽象部分 那Enjoy Run的部分,這個比較沒什麼 這邊這塊,各位應該比較不會去動到 也不會蓋 就是我們Enjoy Run Tide的執行部分 它在這邊會有講Enjoy Run 早期要打Fig,然後也是一樣 針對我們的Call,你稍微去做一點點調整 好,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C語言的韓式庫的這一段 因為很多的核心,Enjoy的核心呢 講成ART、HAL 都是需要C跟C加加裡面去做的 所以Enjoy本身的平台有提供Java的API 然後可以讓你應用程式來做 然後比如說它可以透過Enjoy的穿架 然後比如說像Java的OpenGL 然後胡椒來對應的OpenGL OpenGL是3D的韓式庫 那因為它本身這個韓式庫 它有分成加分版的跟所謂的C版的 所以它C的這邊還是要留著 所以你會看這都是第三方的一些Open Source 像各位比較熟悉的 像OpenGL,OpenCV,OpenMax LL 那都是聲音的部分 那加法的部分事實上就是Enjoy整個翻新了 這整塊綠的呢 講白點就是Google在上面做了非常多的文章 那Google這家公司花最多也是在這個Framework上面 而且你會知道 就是在不同的版本 它會提供一些新的API 事實上它也就是多了一個所謂的這塊 那以汽車來講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個叫做Car Manager 等一下我們看到會看到一個新的 是專門是針對汽車的 所以它的API那邊會有一塊是給汽車用的 我們等一下再下去看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現場的正面這幾個 左邊的View System 就是我們各位在寫Code的時候會有些UI的部分 包括畫面啊按鈕啊等等這些部分 Resource Manager的部分是包含說你的A資料 就是你有哪些圖啊然後文章啊檔案這些 然後Notification Manager呢就是 還比說各位有的時候會發 會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發就會收到一個短訊息 跟某某應用程式啊可能怎麼樣呢 好像這種短訊息的部分 然後Activity Manager呢就是 他們這裡講的Activity是不同的程式 就是各位會發現在APP裡面呢 它的每一個畫面通常都是用不同的Activity 所以在畫面切換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Activity來管理 它要管理本身的應用程式 或者應用程式每一個畫面的切換 都是用Activity來做 這個我們幾乎都不會去改了 Contemplify的也是一樣 比如說包含說共通的資料 或者手機上面有哪些聯絡人啊等等的 這些都是有現成的 這個我們幾乎都不會動了 除非你想去改它的Performance 就有時候覺得說 其實比較常見的Performance改法 會去改這個啦 私下了 我很感興趣 如果你覺得在移植你的Android 速度太慢 我們都會去改它的底層的Call 好 那System Application 其實這個Application 各位就比較常用了啦 或者說坊間的一大堆 Android的APP的教學的書啊 或者課程或資料 大部分都是教Android System的APP 就是我透過所謂的Android Studio 去寫Android Studio 像這個去寫了一個某某應用程式 然後去Call下面的Symbol Call 像克老師這個就是用Android的開發環境 然後去開發系統APP 系統應用程式 來 好 好 那我們再往Sya一下 我先停個兩分鐘 好不好 讓各位先洗洗手 好不好 雖然就是兩個小時的 兩個小時的演講啊 但是 我要去拿個水啊 順便去洗個手好了 好吧 那我們講個時間點好 現在是2點12分 我們2點15分的時候再繼續好 我們大家先洗個手 或者拿個水吧 好 2點15分再繼續好 好 待會見 可以 幫我 測給你 塞 是 洗手 打開 那 那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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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Mesh 跟Wi-Fi跟Nia的连接 然后也是一样好 它会提供所谓的 Private Peek跟Public Key 然后去 透过DEE等等的这部分 然后甚至DM 去保护你的Content的内容 感谢观看 然后放进去 对应对应 Signal的Signal的Signal 后面也是一样 SUV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去create你的Customize的一个萤幕的一些处理 等等的 然后包含India Square整合你的OEM的一些特别上的需求 然后到你的 Into the first round experience 就是第一次使用的 第一次执行的使用经验等等的这些部分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的 那详细的部分呢 看你的Google Playstone 然后你看你哪些OEM application要用 当然可以指定好你的OEM App应用程式 然后拿去使用 好 这就是油脚 就是各位如果说 你的Enjoy的部分 如果说你有去加入所谓的GIS 他会给你多 还是一样 刚刚老后 就是他会给你多这三个App 然后你在你的应用上 在编辑 编辑的收拾扣上面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让各位知道一下 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 这 今天的题目是车载系统 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车载 Enjoy这边的话呢 它的车载系统的架构 大概跟我们一般的Enjoy的架构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刚刚看到的是一般的Enjoy的架构 那我们看汽车的部分 首先呢 比较有 各位比较需要 改 或者说以台湾的厂商的角度来看 就是 汽车它的指系统 然后跟车子娱乐系统去做链接 做链接 像我们刚刚讲的Invitical Information Infotainment 确切的它的类型的资料跟协力的部分 因为厂商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 甚至同一个品牌的 会有不同的车系 然后它的控制方法 就是以车载系统的控制方法 不是什么万一百户蓝牙 我们等一下一步步来看 大部分会走一个叫做CAN CAN 就是Canbus 然后呢 还有 有些公司会用Limbus 有Canbus 跟Limbus 这两个字我相信在车载系统的人 应该会很熟 但是 不是车载系统的人 或者比较少玩车的人 应该会完全很少听到这个东西 所以它大部分就是Canbus 然后就是Local Interconnected Network 然后再来或者是 所谓的Media Oriented System Transport 跟汽车机的以太外网路TCPIP 就是车子内部的一些网路的部分 像Board Reach 等等的 好 那么呢 我们Android的汽车的印象层 HAL是这个框架 为了提供了一个接口 跟物理层的运输无关 所以它这边已经把话讲得非常的白 这个话是什么呢 就是Android的Application 上层下层 我对一下那个表给你看 让各位知道一下 现在在58页 对一下这边 让各位知道一下 Google它做到什么呢 就是上面的APP呢 它也有呼叫对应的API 好 那汽车的API 其实API等下后面我看到 那API呢 它会呼叫 有的会呼叫Service 呼叫Service 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Car Service 那如果没有呼叫Service 直接呼叫HAL的 嘿 它就定义到这里 好 再下去 再下去的部分 它就没有了 好 所以刚刚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Google那边只定义到HAL层 再下去 你怎么去让你的硬体去做控制 好 那你的Ninist driver要自己写 那你的硬 你的那个设备跟Ninist driver之间 沟通的方式 你也要自己写好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 58页就继续接下来 好 嘿 这图有点小 嘿 大一点 好 所以它很明显的跟你讲 它是停到 HAL层就停了 那你后面的部分呢 嘿 你要 车商要自己要去开发 下面那一段的部分 就是HAL 扑上完之后 然后再往下做 然后 系统商呢 它可以成功的像HAL 好 就是特定的平台去做接口 比如说HVAC 然后特定的一些网路的部分 像Campus 好 或者是 来实现说 HAL模组 好 就是它从加法部到C 你C要下去 接下来跟你INT 要怎么去工作的部分呢 你自己要去想像 那典型的实现的方法呢 它会由下面 等一下 不急后面会看到 它通常都会有MCU的部分去控制 然后呢 该MCU的部分是在做 所谓的即时的RTOS 就是Runtime Runtime of Resistance 然后呢 然后用于专门的Campus的资料 去做一些资料的取得跟反应 反馈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去做 它可以实现呢 就是串接连结的资料 因为Campus是只有两条线 它通过这两条线呢 可以运行 并且把资料呢 传到Android Automatic的CPU 那除了专用的MCU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 所谓这条BUS做虚拟化的CPU 然后只要实现满足HAL的接口 就是Google那边有定义HAL的接口 那只要呢 每个伙伴就可以选择自己的 合适的硬体架构 那不见得一定都要走Campus 或者是Limbus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的部分呢 我们等下来看一下Source Code Car API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它有好几个Car API 比较有名的 各位如果你要追的话 可以去追一下几个 哪一个是 我们后面讲音 慢慢都会开始看了 看Core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在这里呢 它最主要的有一个叫 它有好几个 它不是一个 等我一下 它有好几个 它有好几个 跟车子有关的还是酷 等我一下 我先拉过来 比较常见的大概是这几个 我们可以顺便瞄一下 就是 比较常见的是这几个 就是汽车的AC的风扇 然后就是汽车的相关的一些属性的不定义 然后你看到档案叫AIDL 就是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的嘛 就是它定义的定义到HAL档 然后定义到这里呢 剩下的部分就要自己写哈 AIDL档往下的部分就要自己写了 然后像汽车的 汽车相关的所谓的Property 那Property的部分就看你的有不同的状况 那你自己去调整它的部分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我只想跟你瞄一下下 比如说某一个 某一个东西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然后它的写入跟写书这一块 这是从Source Code里面去看的 然后它的Property的定义 在这边 Property定义 然后Sensor 因为我们汽车有很多感应器嘛 比如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像车子车门啊 或者是说那个车压 还像这个车压 车Ticker 这都在这里 所以你做完之后再往下叫就可以了 这是加法层 那加法层完之后它有个AIDL层 这个你要把它完成啊 因为它没有这一段 它提供只是提供到一般而已 然后比如说像左边的 左前方的 右前方的 然后包含像 车门啊等等这些 这个很多啦 然后包含EVENT这些 好我们稍微也想瞄一下就好了 好那继续回来讲 所以呢 它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跟车子有关的APID和SQ 然后包含放在哪里呢 放在Playform System Car Car Library 底下 然后呢 汽车的Service里面放在哪里 超市口放在哪里 放在Playform Package Service Car里面 然后Vehicle的HAL层呢 它放在那边 定义OEM里面可以实现 车子的属性接口 包含车子属性 然后哪些可以去修改 然后它的硬体的部分 然后参考资料池在下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汽车这一款 好那简单的讲呢 这一块也在Enjoy里面 只是Enjoy的形态设备呢 它没有跟汽车 它没有Enable 我用这种精准点 它没有Enable 这个Function而已 所以呢 这块的部分呢 就像我们提到的 就是各位看到 它有相对的API的部分 然后呢 OEM的Application 跟Sert Party Application 然后你就呼叫Enjoy的Frontwork API 然后看到API里面呢 它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对应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Feco的HAL层 另外一个会透过所谓的CarService Service是什么呢 很多人对Service这个字 比较不理解 就是Service 它有点像是一个中间层 因为每一个正用程式呢 它都要去控制你的硬体 直接控制你的硬体的话呢 如果同时间有两三个程式 要去比如说我举个力量 比如说风扇打开 对 那么呢 那同同时间呢 有两个应用程式叫你风扇 一个叫你打开 一个叫你关闭 那这样写起来会有点 有点麻烦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像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叫Service 这个Service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像第三方的一个常驻程式 然后它一直会在我们的Enjoy上面执行 那我们的应用程式程呢 先呼叫你这个Service 然后这个Service呢 收到讯号才帮你去做 呼叫再往下去做一个H1O层 好 那这个Service一直都会启动在上面 所以各位要留意一下Car Service 这个部分 等一下后面会一直的出现 好 那么Enjoy System的Service也有 它有分两个 Enjoy本身有好几个Service 超多个了 但是我们以我们这次的测载系统来讲的话 它比较 呃 就是各位到时候就只要看Car Service 这个 那也是用 稍微搜一下 给各位看Car Service 大概在哪里 好 好 在这里 好 这就是Car Service Source Call 那就像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的 这个Source Call呢 事实上完全就是bypass 你的相关资料再往下去 往下走 嘿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嘿 来看一下 好 建立一个就是这个Service启动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得你的 有关Interface的描述 好 这个 汽车的描述 然后Connect to你的汽车的名字 嘿 然后你的ICRP等等的 好 那如果各位感兴趣 你可以自己再往下追 那这个写法就是Web Service的写法 嘿 在座位如果是有加法高手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一下 那取得vehicle 那vehicle的意思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截图 嘿 他往下会在干嘛 没错 会去呼叫HAL层 嘿 所以你看到这边Core 你写得很清楚了 Season property to get 然后vehicle.h.el 好 所以就往下走 好 那么就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 哎 时间关系 我看过了 就往下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vehicle 那所有的vehicle的HAL的定义在哪里呢 在这里 嘿 这个还蛮值得看的 因为我相信各位对这个题目会感兴趣 应该会有些想要进入车载系统的一个车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就是设备零件商 我们来看一下h vehicle.h 这个部分它会去定义 就是我们刚刚敢讲HAL的下面的定义层 你看它几乎都空的了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所以 对 没事 就像我讲的 真的要写下去 各位真的很有的写 所以看到它很有的 有很多 这部分 但是各位不要紧张 就是 就是 这件事情分两个 一个是 对 它有一定的 get service 传作get service 等等的 然后像这类的 get target 等等的package等等 所以也是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去看一下 那个硬体的部分 它有 Hardweight的 跟copy的 我们来看一下Hardweight的部分 Hardweight这部分 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有关于这辆车的名字定义 然后硬体定义等等 好 也是这样 我们再继续往下了 好 那我们往下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以汽车的这个layer 跟我们之前那个layer 我 我再讲一次 那个这一层 跟我们enjoy的framework 是一模一样的 我只是单独的 针对enjoy车材 再拿起来念 第一个部分 它有个service layer 好 那service layer 就像我们讲的 没事就会在后面一直执行 好 后面一直执行 所以呢 它有enjoy的manager enjoy system service 跟enjoy的car manager 跟service 那这两个呢 事实上如果各位对这个部分你感兴趣的话呢 就麻烦 从这两个source code里面再往下看 就是car manager service 跟那个 这两个再继续往下看 那hal成它有traditional的enjoy 就是以前的部分vehicle的hal成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它的hal成的电影 你再往下接 但刚刚看到那个都是空的 所以自己再往下写 那什么叫往下写呢 那就是这段的写法讲白一点的就是call你的linis的driver 那是用纯C 就是如果说你会用gcc写 各位如果会在linis上面写gcc 然后会去开挡的话呢 那其实这个动作 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一模一样 事实上就是你把那个 F open F right F read 那个call 写一写 然后就call你的driver 就这样子一拉 所以不要不要想太复杂 好 那vhicle的hal成它包含所有的ecu的讯号 然后比如说它的每一辆车子的微控器的讯号来源 等等这些service都会从这边去的 等下等大家看 后面还有很多 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它有car library car information manager 跟car power manage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都在里面 好 我等一下再一起看 car library的部分呢 对hmi的一些描述功能 google提供它有很多层 我们提供很多服务 大概服务就像这样子 那car information manager 依据开发车链 OEM可以使用平台管理多量的车辆 那car information menu 可以动态下去hmi的部分 那作为代理的组件 然后比如说提供车辆型号 然后它的属性等等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car power manager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电源控制 大概现在的车的 比如说你的车 你的车辆 它有多少油 然后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也是一样 在上面它有定义 但是下面是空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 你在哪里你在这里 好在这里 好在这里 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来吧 好刚刚这一段呢在这里 car information manager 在这里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的car major base 然后car major information在这里 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有所谓的你的manufacturer的型号 然后你的key module 然后你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产品的产品的名称 然后你的包含那个你的汽车的 就是key viewport 然后你的油 油的门 就是你的油门 然后包含就是油箱的情况 然后你的就是油箱的capability 就是每英里里面大概它的使用情况等等的 然后你的eV的battery的capability 大概才剩下多少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些参数里面都在这边有 那它都是也是一样 它是通过所谓的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 那个就是gap property那边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数字丢进去之后 它就会对 你就是必须要对成回来它的那个答案的字 所以你看到这边它都有定义了 然后你比如说你 你带来车车是哪一个模组 你就可以写在这边 这我的汽车模组是多少 那你的汽车的那个是哪一年制造的 然后你的module year to integer 对等等那些 所以各位看到对应的code在这里 好 那我再继续往外面拉哈 好那再往下走 那右边的这边呢 就是各位可以描一下它的整个架构了 再往下 好卡 哦 Protection Manager哈 卡Protection Manager呢 这个还是酷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 刚刚是看到有关汽车 这个 我们先讲这个 Protection Manager呢 就是多萤幕的 嘿 就是汽车它不见得只有一颗萤幕 尤其汽车你可能 比如说老爸 就是驾驶座呢 有一个萤幕 然后副驾驶座他在看他的电影 那后面呢 哎 两个小孩就各看各的卡通哈 那如果说你想要 呃 做成像这样的话呢 就必须要在这边做 哎 对 额外在处理哈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所谓的卡 啊 Protection Manager这块哈 那也是一样 当然对用户呢 在用Auto或者是说的 呃 用镜像的技术哈 然后把这个 呃 也可以用镜像的方法 好吧 把丢到我们的Car Manager 然后去做连接 然后你也可以单独的萤幕 或者说各自 跑各自的画面都可以哈 哎 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块哈 那继续往下 好啦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呢 我们所描述的部分呢 右边大概就像看起来像这样子 哈 那其实 呃 还蛮多个了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 哦 Separty OE App 或者说你自己的 OEM的App 然后呢 你去call你的Car Service 然后对应的啊 哦 这一块 然后完毕之后再对一下 往下走 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到吗 看Property的Manager 然后 看Property的Service 然后HAL乘 再往下 简单的话还是一样的 以研发来讲的话还是一样 只是这边 我用的名字是真正的Source Call 里面上面就写的名字了 但是也是一样 HAL乘 Call Service 然后Call Manager 然后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 就这样一样的技术 只是他用字 就是那个韩式库的名称而已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不然可能大家会觉得 哦 好像虚无缥缈 好像不太晓得 要真的要怎么 就是真的要开始研发 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Android的 Automatic and physical card interaction 就是互动之间的处理 这就是各位比较想要接触 很多厂商 很多厂商 他对Android车材系统 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一块 就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 In Vehicle Network 大概就像这样子 然后每一个呢 各有各的他的神经系统 附接他出一个ECU通行 就像右边的这个样子 好 那这也是为什么呢 你发现现在缺IC缺的很凶 这是一辆车子里面 都需要那么多颗IC 甚至各位应该也很清楚 像那个Tesla跟Toyota 在北美那边 我不想 台湾这边我比较不熟 以北美那边的话 我知道就是你今年 今年要买呢 你可能大概明年才会拿到车 所以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每一个地方 他都要放很多IC 甚至讲白点 他会有三颗IC 三颗CPU 你没有听错 就是一颗是确认 一颗是主要控制 另外是确认 有另外一个就是确认的确认 所以他会有通常有三颗的 不管像车门啊 或者是你的椅子的情况等等的 这个表有进去自己慢慢换 很多商机在上面 好 那我们来 对不起 先瞄一下 就是在不同的车门里面呢 他的右上角这边有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他有CAM BUS 有LIN BUS 有ASV ASV ASRV 然后FlashRate的BUS 就是不同的通讯的方式 去控制每一个的设备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个不同的厂商会有不同的差异 或者是哪一个这样的部分来瞄一下 然后呢 像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我们用比较常见的像CAM BUS 就是Control Area Network的这个部分 他是透过是一个网络部分 然后呢 透过微处理器的设备 通常在ECU的部分 无需要主机的部分 就可以做互相通信 通信的部分以等待对方进行 所以在进行CAM之前呢 那车子里面有各的ECU 进行所谓的讯号模拟的 通过单独的蓝线 就是去做连接 那如果各位比较不了解 下面有张图 也会比较容易了解 大概都是像这样子 像CAM BUS的部分 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它事实上就是共通的两条线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Micro Control部分 去控制它 然后呢 这个Micro Control里面 它包含CAM BUS的Control的方式 然后呢 像CAM BUS 像CAM BUS里面的Transition 一个是送资料的 一个是收资料的 一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文書 就是说 那这个的 这个部分呢 很幸运的是什么呢 这个 对不起 这是博士 就是 没错 就是博士呢 它制定了 在1986年的时候 制定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标准是ISO 11898的部分 然后它本来是OP 对 这个标准的部分 各位可以来做哈 好 那么通讯的部分 你看CAM BUS 其实是蛮老字号的一个通讯协定 然后网络资料上面有很多 晶片也很多哈 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下哈 那事实上 它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有两条线 然后呢 要么呢 两条线要么处于0的情况呢 还要么就是代表1的不紧跟 然后它的差异 就是差别用所谓的 用高低幅 比如说有它2.5V 2.5V 3.5V 跟1.5V的部分 来做传递的部分 就这样做资料传递 比较有趣的是 下面这个通讯切定 因为它是CAM BUS 因为它只有两条线嘛 所以就是用VQ的方法 高低高低高低去调 那个 有兴趣呢 各位可以自己喵喵喵 那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所以 各位就自己慢慢看哈 这种资料其实蛮多了 好 那我还是拉回到我们的上面的这块 好 所以 它因为呢 它每一个CAM BUS 里面 它有所谓的主跟 就是Master跟Slav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自己做条件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决定哪一个是为主 哪一个为副 就这个部分 它 好 那也是因为时间关系 反正各位讲义 PDF部长在各位手上 自己去看 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状况 那各位的定义 如果说 像你们自己的产品 你要怎么去修 好 就是如果说你的产品 也符合了CAM BUS 的部分 那你怎么样把资料再丢回到 那我们Enjoy的Automative的部分来做 首先 老样子 你还是得要去改 就像我们讲的底层 往下走 HAL层 再往下去定义 这个程式源 这个程式源就是HIDL 什么叫HIDL呢 AIDL HIDL 像这两个 像这些都是我们所要 你要去改的部分 那么呢 我们改完之后呢 你可以针对 就上面的一些对硬体的一些描述 然后对Enjoy的一些API的部分来做接口 那对上不用紧张 因为对上讲白点 你也不能改了 你只能对下而已 所以就是Enjoy呢 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让大家会比较没感觉 比如说像Carsensor的这一段 我找一个可以各位顺念一下 像Carsensor的这一段 我找个车门的 好了吧 我刚刚想一下 我那时候找到 他很爱去椅子 椅子那边他定义很多 就是Vicor Set Vicor Areas 我们看椅子 椅子他那边定义很多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法层 那以加法层来讲的话呢 首先你可以去定义 说不同人呢 他会去调整不同的座位的情况 所以加法层 最上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他有左中右往后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完毕之后 再往下呼叫 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Set的部分 就是调整他的那个 椅子的情况 好 然后完毕之后呢 再往下走 好 好 好 那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走 走到 Set 像这个 回复局他的车重 OK 好 这就是定义层的部分 那各位就再继续再往下看 好 那也是一样 欸 因为没时间了 好 那 我先讲个重点了 就是Trace Call 就是你要往上呢 不急 因为对各位来讲 你APP 比较好找 APP的话 我们下面我会跟你介绍 那个APP在哪里 现在是71 你可以往下 喵一下下 好 就是以开发者 就是APP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他的 enjoy的.car.car这边呢 他都有相对应的API 这个东西公布出来了 欸 这个公布 因为我讲 我想讲的是加法层 加法层的那边的API呢 事实上也都全部规定好了 那各位呢 欸 就是你要去做的话呢 你只要去呼叫他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 像vehicle area seed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支 他只从最上层里面 是这么呼叫 所以呢 欸 对各位来讲 你只要是往下找 欸 往下找就可以找到他对应的汉式库 然后再往下走就可以了 好 那些实验我回来这边 所以 因我们这件事情分成硬体跟软体 其实纯软的APP的应用程式的开发者 其实很容易 因为那一些我们刚刚讲的 像汽车有关的所有资讯呢 Google都帮你订完啦 欸 欸 就是比如说以这个调整 然后那个车子的那个窗户的情况 然后AC的情况等等 甚至你有的那个情况呢 都有了 那他本身也有个API 所以你甚至不用写也就有了 那么呢 往下的部分的HTL层呢 欸 你就得要自己去处理 好 那各位可以 瞄一下这段 那这段我 播个影片给各位看好了 不然有些人 可能会有点很难理解 我这段在讲什么呢 好 来 我播个影片给各位看 来 好 其实Property这一块 好 我帮各位同一部分也好了 现在它是门打开 然后它里面有着Cart Setting的一个按钮 好 好 那当然就是输入你的密码吧 嗯 好 从汽车率的情况 好 显示你的汽车的咨询 资料 好 它内定只是关掉 好 那就把它打开 好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车子 右边呢 跟下面这边都被打开了 好 那关掉的时候也是一样 好 好 另外一边的也是一样 打开关掉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的情况 好 那如果刚刚那名字呢 你不喜欢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修改名字 好 好 那只要有变化的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那个画面给你看 好 如果你关掉的话呢 它就完全就不会再做任何显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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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有定义很多啦 像这个 停车雷达 或者是雷达的显示啊 像这个 先KID mapping 然后像 汽车右边跟左边的温度里面左右调整这些 好 那我们就大概先看到这边好 所以你发现呢 像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一堆 对 Google定义一堆 可以让你很有的玩喔 好 那我们再从这边Code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好 像刚刚的那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从SourceCode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 好 那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 Vibrator On跟Off的部分 然后呢 对应的程式的部分就在这里 对应的形成 然后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HDMI 它还跟那个Interface的部分在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HAL的定义档就在这边 好 那各位就看到 原来去呼叫它的时候 嘿 它就会往下再呼叫这一层 好 比如做个On跟Off 这段我找给你看 好 等我一下 对 好 找一下位置 好 找一下位置 然后你会看到那么多个是因为不同家常商量 来 我们看一下 那个 我们看一下 Sumface这家 好 好 那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On跟Off的这一段 好 所以看到这边它会有一个 哦 看看好 诶 诶 有些现场来 Summo Seskilt 然后 硬体计算 get show Voltage maximum 健康情况 等等的 好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往下看了 就是一般来讲 那我们方选都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往下扣 所以各位不用紧张 你就是 从上面一层 然后找到对应的 然后再往下找 再往下找 再往下找 那你就可以看到对应的部分 那比较有趣的就是对各位来讲的话 你到时候要补的是这一块 就是我们讲的Interface那一块 因为它真正的硬体的控制呢 它是没有做的 因为不 以硬体厂商 以台湾的硬体厂商来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这一块呢 还是得要自己去补 诶 诶 所以 也让各位知道一下哈 嗯 对在这边哈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一块的部分 那因为不同档商它往下 接会有点不太一样 好 像我们刚刚是暗梗 我就在这里 嘿 那就往下找就是 所以你只要在这边哈 把你收拾扣把它 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拾扣这一段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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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自己要去点C的部分 就是电视点H的部分 就是AIDL的部分 剩下就呼叫你转回的部分 就得要自己把它写好 所以让各位知道一下 好那么VHAL VHAL是汽车里面众多的HAL NGA8的部分用HIDL中定义 然后是它表述用以下的 IBMW 然后透过Vehicle Property Value的方法去做 所以各位再往下走就会看到 它就GET跟SET去取得Vehicle的一些参数相关质量 然后它的Source Code位置在这边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那么我们看Property Manager VHAL提供应用程式 然后在程式公开的以API的部分来注册 然后它可以获得跟设置你Vehicle Property Value 然后下面的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 所以也是一样 应用程式呼叫我们的Car Property Manager 然后这个Manager去呼叫Service Service去呼叫HAL的Service 然后呼叫VHL 然后就呼叫Driver 就这样 游戏规则都是这样 游戏一层一层一层我需要走 然后这边我写的比较细 你感兴趣自己就去吹死它的Source Code 那个我就不要在这边看 反正你就发现 就像我讲的 上面那一层 你其实不用管 上面那层不用管 然后Android Framework呢 你也不用太管 讲真的 除非你要去改 不然通常都不会去动 反正是下面 就是让你知道说 原来我们上面应用程式 最后最后它会呼叫的 硬体的部分 它会出叫I-Vehicle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Source Code 所以你再去对接它对应的资料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call你直接Driver 它游戏规则都是这样 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念了 其实这件事情 你要到底要完成多少 看各位的角度 就像我讲的 看各位的角度 如果说我先讲好了 我先讲结论它 因为有很多人听到这种Source Code 听到可能会吓死了 一般来讲 应该是 就我知道了 或者说据 我在IC上的朋友 都知道了 他们通常大概请了 大概50人左右的人 在Porting Enjoy System 在他们的家的IC上面 所以对厂商来讲的话 它会 以卖IC的人 卖IC的角度来讲 它会帮你整个Port好 那只是 帮你整个Port好 那么Port完之后呢 对App开发的人是最简单的 因为其实Enjoy 或者是Google那边 它帮各位定义了很多 这个API 每一个API 你自己去看 网址在这里 网址在这里 我给你看 怕各位 因为我知道 这个演讲 它的资讯量有点大了 所以它的Source Code就在这边 所以呢 这边你会看到好几个 尤其是Car系列的 这几个都是 像汽车的 然后Car Information的 那下面的以开发者来讲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一个一个 垂石下去 就对应出它的那个 比如说像磁轮的 然后像Type的 像你的有的状况 加油的状况 这些全部都定义到 然后 它其实定义很多了 各位有兴趣 再从这里面再往下追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呢 下面这也是一样 下面也是一样 它的卡打卡里面 有很多连结 有兴趣 你自己要慢慢追一下 然后Application Focus 然后怎么去Listen 然后去了解 就是每一个状况 像Car Information Manager 你可以去往下追 比如说这样 电池的健康程度 然后你的连接器的情态 然后加油的情况 然后你的油门是不是 油门的位置 然后等等这些 你一个一个再往下追 其实各位从他的Source Call 里面发现Google 其实野心很大 讲白点就 不管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他都帮你API先定好了 只是说比较辛苦 是下面的那些电子厂商 因为定归定 真正在做的时候 你还是得要做 那也是得捞回来 做归做 你要怎么做 还是一句老话 就是你首先 也是要找 找一个灰尼尼尺的人 把你家的硬体 先PO到NINIS上面 然后确保下NINIS那边Driver 是可以动的 然后呢 接下来依照 去花点时间去找一下 它对应的A 那HAL层的位置 然后呢 写一个C语言的程式 这个程式是写C的 那也方便各位在撰写Driver的时候 可以做测试 你可以把那个的Open 那个Driver的部分 放到这边 然后去测一下就好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 我建议啊 我建议还是有 还是不要去改上面的 的的的扣 因为Enjoy它版本实在是 说改就改 那那那各位 对各位来讲 它版本一改 你就快疯掉了 所以我通常 像我过去的经验 我通常上面的 像framework那边 我比较不会去懂的 但是坊间会有一些资料 会去处理 那坊间有一些数据 他会跟你讲 怎么去修修修 但是我一般来讲 我通常就只有HEL到下面这层而已 那除非你的应用程式 想要写另外一种 就是APP直接呼到Driver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像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的 它的HEL有两种写法 有一个是直接透过我们的System 来做另外一个是直接 Directly call 那个Driver 但是那个会有一点点 就是你那个APP 那一个APP的前线 就必须要稍微再高一点了 那也是一样 今天因为两个小时的关系 也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Enjoy the front wall 它没有在客气的 这门客 你这门的演讲 你要发现它没有在客气的 你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Enjoy importing的团队 以前 以前那些 手机厂都会请一群人PO 那个部门的规模 大概也就接近100个人 现在呢 都是委外到摩加公司去做了 那个私下两万 他们说 就是Porting的部分 也都委外了 因为它那个 那就麻烦了 它你会发现你要去 萃死拿口 而且那扣不是只有一行两行 你要萃死好几个 一个一个这样改下来 所以也是这样 那如果说各位对 车载系统的 Enjoy的环境 感兴趣的话 各位可能有两个机会 可以表现 一个就是我们的APP 上面的应用 因为上面的APP呢 事实上还在 刚开始的情况之下 那各位可以去 有所发挥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各位有一大堆车子的感应器跟设备 那现在都没有连接到Enjoy汽车上 那如果说各位有所谓的内装跟后装市场 如果说各位人脉过广的话 可以打到内装市场的话 那事实上是可以考虑一下 往这方面走走看 因为那边的机会都是空的了 就是一个全新的蓝海的环境 然后后装系统也是一样 你在坊间上面 也看到那个 后装系统这一块呢 也很比较少提到Enjoy的 我想周边的一些感应器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后面的雷达的那些 侦测啊 气压啊 胎压啊等等 那些一大堆可以做啦 那也希望呢 各位能够借由这次的 两个小时演讲 然后大概也知道一下 就是如果各位要 要进入Enjoy的这个车载系统 大概要准备哪些东西啦 那简单讲就是 要对Linit熟啦 然后要写Driver 然后我可以看HAL 会看Pier Enjoy Source Code 就这样子 那也是一样 我稍微有点挑战度 我们就一起切桌切桌囉 好 那也是一样 因为我身为创客基地的顾问 那如果说在基础上 任何问题 各位也可以透过创客基地 跟我联系也可以啦 因为他们好像有安排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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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专家时间啊等等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下 反正也可以透过他们啦 或者说我们正在找机会 再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 用比较长的两天的时间 再跟各位实作一次 就是 这类似这样的东西啦 好 那也是碍于时间关系 我大概就停到这边了 那不晓得有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看一下我们聊天室上面 叮叮咚咚咚一大堆东西啊 我看一下 PDO等连结讲义 好 大概都有啊 好 也谢谢各位的帮忙 也是一样 切桌切桌 啊 Enjoy不好玩 但是我讲给一些比较年纪比较轻的一些 学学生们听了哈 他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说各位 以后想要往这个方面发展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投注报酬率很高的一个 一个领域啦 各位就切桌了 好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主办单位那边要不要发个声音呢 跟各位打个招呼哈 好 谢谢各位伙伴的参与 那 离开之前呢 帮我们转一下问卷 在右下方的信息处 我们就下次活动再见 好 那也就谢谢各位咯 好 那也是哈 有问题就 我们就保持联系了 好 那就看一下 下回再 好 谢谢各位 好 那我就下期咯 好 拜拜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哈 谢谢 拜拜